三角钢琴和直立式钢琴之间有什么分别 三角钢琴的话 通常你会在演奏会里面看到 直立式钢琴的话呢 通常你会在家庭或者是音乐学校看到 三角钢琴它是属于开放式的 所以当你弹钢琴的时候 它的音响发出来很宏亮 直立式钢琴的话 因为它的音板是建设在钢琴里面 所以当你弹的时候 它的音乐从钢琴里面发出会比较低沉一点 三角钢琴和直立钢琴 其实它们的塔板是不一样的 直立钢琴左边的塔板是属于柔音塔板 三角钢琴左边的塔板呢 当你踏下去的时候 整个琴键会移到右边 自然而然就会改变音色了 钢琴和电子琴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钢琴和电子琴的分别就是 电子琴需要电源才能够发出声音 而钢琴则不需要 钢琴的声音是由hammer敲打琴弦 才能够发出声音 电子琴是由电子板操控才能够发出声音 那另外一个不同点的话 就是钢琴只有一排琴间 可是电子琴呢 它们有两排琴间 还有它的塔板跟钢琴都不一样 钢琴นะ 钢琴 钢琴 4 5 5 6 3 感谢观看